好,各位同學,我現在要講的是第五冊的提煉本 我在每一個單元都會有一本題本,然後讓大家去練習 然後基本上會前面都會比較簡單,那後面可能會比較推廣衍生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太難 那這個題本完成之後,基本上學校的大部分的提醒應該都有囊括在裡面 所以這個提煉本,如果你今天是沒有本子的人 你就看完題目自己寫看看,然後再來對答案 好,來看第一題 三角形ABC中,諸為BC上的一點,B柱是3,別忘記要寫上去 B柱3,C柱是5,那AH垂直於H點 那AV柱的面積比上AC柱的面積 很簡單嘛,不同底但是等高,對不對 所以三角形AV柱比上三角形AC柱 面積比應該是底邊比,所以叫做3比5 OK,第一題解決 第二題 三角形ABC中,PQ平行BC 那AP是12,別忘記他給的長度都要寫在圖上 PB叫做7 AQ叫做18 QC,不知道 好,他已經講他平行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就用左左右右的方式就好了 所以 12比上7 會等於我的18 比上X 所以內乘內 等於外乘外 所以X等於7乘上18 除以12 那不要急著乘,請你三用約分 63 62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2分之21 好,這是第一跟第二題